本周失投开会小冷盘 上周对上富邦三连战争第二战 安德胜被我们一口气打下了9分 创下富邦阳头初登板失分的记录 大家知道统一阳头初登板失分最多的记录是谁吗 今天的冷知识大家要猜猜看吧 答案在节目最后公布 头头是道 Let's go 头头是道 猛狮战报 光头给你报一报 欢迎来到头头是道 这两天地震不断 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安 那我先来刊物一下 上周有收到妨碍打击 第一位是卫权龙队的头首史东 那原来啊 这个是妨碍刨壘 所以我要修正一下 史上第一个妨碍打击的 是发生在1993年的5月18 兄弟相对的李居民打击的时候 被我们的铁补郑之珍所缔造的妨碍打击 所以这个在这里 跟大家刊物修正一下 那来讲一下一些球员的近况消息 姚杰宏的确诊 所以我们是确定把宋文华拉上来当救火队 也就是说在我们节目播出的今天 那会先发对上热天桃源 也是他中职生涯的义军出登版 那另外的话 我们的19岁左头刘志宏 因为右手走的骨刺的手术 所以也确定本季提前结束啦 那去年的话刘志宏是在第三轮被挑中的哦 他是拥有一个150公里的诉求啦 那去年下半球季的话有六场的后援 零胜零败四个中聚成功 投了6.1举被打6只安打 送了6个三振和6个40球 看起来就是 比较多 三振也比较多四坏球啦 那防疫力的话是压在2.84 不过WHIP去年是 高达了1.58 那就希望说他这个 手肘骨刺的手术 可以赶快 用好 那赶快恢复他的健康 好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智姐啦 上个月因为脚伤下2军嘛 那据说近期就可以开始 在2军出赛啦 那预计会先在2军比赛一个程度之后 看起来应该会是在9月底或10月初才会回来啦 那再次U18的消息哦 中俄队是连续两届都打到冠军赛哦 不过在今年的冠军赛 我们遭到美国队的狙击哦 打了9只安打 包括被轰了一支三分炮 最终场美国就以5比1获胜 也让我们无缘2连霸啦 那这个美国夺冠哦 是继2012年连续4冠夺冠之后 2019年被我们中断 接下来到了今年再次夺回了冠军哦 而且他们今年非常猛哦 从U12 U15 到现在的U18 也就是这个三级的大满冠 那因为他们现在的制度是比较偏向 所谓的明星制啊 就是明星 明星集训制 就是说在各州的明星球员 都会一起去做集训训练 也就造成了这个 目前这几年看起来 美国的三级棒球也是越来越强了 那为什么要说到U18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的选秀 第三轮选到的 今年选秀第三轮选到的林绍恩 获得了本届的防御率网 还有最佳先发投手哦 那他是在预赛的时候 对上墨西哥玩风七局 只被打出一支安打 投出了8K哦 那在Super Run的对上荷兰 也投了5局被敲5万打 投6K 总共12局的投球是 没有失掉任何分数 防御率是完美的0哦 也是夺下了最佳防御率网啦 那这是台湾投手10年以来哦 首度的获得投手奖项 林绍恩是获得最佳先发投手 那上一次我们投手获得奖项的是谁呢 是2012年的曾任何 还有他是拿下了最佳后援投手奖啊 好 来到猛四战报 我们上一周终于出现了 下半秋季以来 单周胜多余败的记录啦 那我希望这个就是我们这头猛四 真的醒来了 来 先来看第一场比赛哦 对上龙队赛前 刚龙队我们的战绩是 出赛了5场 是3胜0败哦 32局的投球是防御率2.53 所以对我们来讲 压制力也是相当十足啊 不过我们在一下的时候 就拿下了1分 那拿完这封之后就静悄悄啦 那志宇龙队的话在5上 靠着李凯威的牺牲打 追成1比1 接着林志胜的1分打点安打 就取得2比1的领先啦 不过这个分水令就是在7局下半哦 陈庸吉敲完之后 郭富林这周也是相当的猛啊 就轰出一个中外的2分炮 逆转的2分炮 那换上了李凯威之后 两出局之后 潘杰凯 罗萨 林安可 连续安打 这一局我们攻下了5分的大局 那富林呢 更是在8局下 再次上演单场双翔炮哦 那这场比赛的话 胡志伟6.1局 失2分 不过无关胜败 那此役的话 郭富林是4-2 这两支都是拳雷打 单场双翔炮哦 本季拳雷打也来到了三空 攻下了3分打点 那是季前一场 也就是上一周的最后一场哦 那第二度连续 获得单场MVP啦 好久没有 拿了我们不灵的口号 等一下 这个大家就上边一起来哦 第二场比赛 罗昂主头7局用了91球 被打6安只是1分哦 那也送出了中职生涯最高的10k 中场我们就是以5比2击败富邦 那罗昂不仅是拿下本季8胜哦 也带领我们 终于有一个三连胜 还不错的开始哦 那这场比赛的话 主要是在1下 接线就左爱安打 那这是他生涯的第800支安打 那2下我们继续有攻势哦 又是郭富林哦 一支3分打点的全雷打 也就是连续3个打席 包括上一场的2个打席 这3个打席连续3个打席开轰 那也是让这场比赛我们拿下重要的一胜哦 那这场比赛的话到第7局的时候 林玉泉是刚好第1500场的初赛 那大家也把球打出全雷打墙外哦 吃一支羊春拳也打 也算是为富邦带来一些气势啦 那不过我们酒上的守护神 小文哦 陈英文 连续三振了林玉泉跟戴培锋 那最后高国辉也解决掉 中场我们就以5比2拿下胜利哦 那这也是陈英文的第11个救援成功 单场MVP当然是 就是我们的首辈教练罗王啦 那来到第3场比赛哦 这个我们面对到生涯初登板的洋将安德胜 第一局下我们就一连串的攻势哦 包括陈杰仙跟潘杰凯 单局的两支安打 包括富邦本身的失误 所以呢这一局我们就猛攻有9分的大局哦 这也是富邦羊头初登板失分最多的记录啦 那这个记录就是我们四头开会小冷盘的人知识 我们最后再来做解答 那我们首局狂得8分 是2009年对上新龙牛的时候创下的哦 这一次的话得到9分 是13年来超过这个记录哦 成为史上第二多 那对史记录的话是开局最多得分 是2003年对上陈泰 那个时候敲了七支安打 包括陈连红的一发全一打 共得13分 那联盟记录是在1994年的3月28 卫权队郡国的时候拿下了14分啊 这场比赛啊都都因为有一个火力的支援啊 虽然第二跟第三局都有10分 那不过四下的时候郭富林再次打出2分炮 也就一直维持一个大幅度的领先 最后我们就以13比6大胜 富邦汉将了 潘二仁本季 4月5号先发7局 50分夺胜之后 就一直没有再拿到胜头了 那甚至最近五场先发 全部都是败头 那不过这一场终于摆脱悲情啊 头5局只被打93打 失了4分 那再加上我们的火力支援下 终于终止了个人的五连败 也夺得本季的第二胜哦 也是生涯的148胜 那潘杰凯的话 三安猛打赏 包括两支二兰打 两分打点 获选为单场最有价值球员啊 那第四场比赛 这场比赛 邦邦就马上还以颜色 首局就敲了无安打 换回4分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中场是以6比3击败了我们 那这也是汉将的范米特 夺下生涯面对我们的首胜哦 最后就以6比3击退了我们啊 那也终止我们的四连胜啊 那第五场比赛就是一场 投手战哦 两边的投手都筹出优质先发 那不过热天在三下的时候 率先展开攻势啊 两出局攻占满壘 廖建復一支中外野方向的安打 就打下了两分 五下热天再追加一分 那七上的时候 我们是靠着林子豪的 全力打追回一分 那不过啊 这个后面的牛棚都表现相当不错啦 所以热天就以3比1拿下比赛啦 我们先发的羊头 柯维斯今天投了7局用了93球 被敲了6支安打失了3分 都是自责分哦 那不过也是优质先发的表现啦 不过这场比赛就是活力比较没有支援 也苦吞了本季的第三败啦 来到失列战场哦 在上一周 卫拳龙五战全败 那我们是三胜二负的情况下 全年的战绩 我们只差第三名的卫拳 只有一场胜差咯 那本周五开始的 五场 本周的五场比赛哦 周二对上热天桃园 周四在对上邦邦 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 五六日的天王山 一二三的山啊 就是争夺第三名的 这个天王山之战 在五六日在台南上演哦 那也跟卫拳正式正面对决了 那剩下一场的胜差的情况下 这一周算是有机会哦 一举就把它翻过去了 那在这五六日 也就是23号到25号 连续三天都会是主题日哦 就是我们的丝侯音乐节 喵喵狂响曲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冲一波啊 好来解答一下 丝头开胃小冷盘啊 上一周我们在三年战第二站 安德胜一口气被我们打下九分哦 创下富邦羊头 初登板四分的记录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统一 羊头初登板四分 最多的记录是谁 那这场比赛 我们先回到刚才那场比赛 安德胜只解决了两个人次 也就零点二局 被敲了八张打 十九分之一分自责 这个很有富方的传统啊 问天问天啊 那过去羊头 所有宗旨羊头 初登板四分最多的是 2003年 第一金刚的卡文 他是投了四局 失了十分 有八分的自责分 不过很巧哦 这场比赛的对手 也是我们嘟嘟潘卫伦啊 那过去羊头 初登板四分 超过九分的有四个人 那加安德胜就是五个人了 那有哪四个人呢 就是 刚刚讲过的卡文 那另外还有 2006年 新龙的威勇 四点一局 失了十分 那再来的话是2008年 桃源的强生 大家这个应该有印象了 就是 后来 这场爆了之后 那年他拿下了二十胜了 那他是投了四局 失九分 那至于 本周 失头开会小冷盘 就是 我们统一的羊头 初登板四分 最多的是谁 就是这位啦 2005年的统一 崔乐 他是五局失九分 那崔乐的话 其实在统一待的并不长 在2005年这一年 他只出赛了四场 两场先发 两场中继 那他 出登板四分 最多的这场比赛呢 是对上 2005年9月5号 对上陈泰 他是以中继上场 投了五局 投了100球 被打了十支安打 投了三个三阵 四个四坏球 看起来是还可以 不过他失了九分 有六分的自责分 那他接下来 下一场比赛 也就是第二场出赛 终继对上 蓝米狗 也很问天 他这场比赛 终继上场 3.2局 投了70球 失了五分 没有自责分 再过了 八天之后 他就再次 对上了陈泰 这次是先发出赛 反而相当的出色 这场比赛 投了五局 其实九球 被打了四支安打 四个三阵 一个四坏球 没有失分 那记录上是一个 玩头玩风 为什么呢 因为英语延赛 只投了五局 就因为比赛成立了 那也拿下了胜头 那最后的话 他在九月二十九号 对上兄弟的时候 也是先发 那投了三点一局 失了两分的自责分 那无关胜败 所以他最终的话 是出赛四场 两次先发 两次后援 拿下了一胜零败 那防御率的话 是来到了4.24 那每局 倍上的率是2.00 那隔年也就没有再续约了 那这个是 本周的 师头开胃小冷盘 那我刚才有讲过了 我们目前只差 卫泉龙一场 而且这一周 就要正面对决一个三连战 所以 相当刺激 相当精彩 那就希望大家 继续为我们统一试加油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了 各位拜拜 大圣师侯 Rose Lions 今天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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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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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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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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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